为了帮助县内十三乡镇市农民推广行销优质农特产品 台湾区南投县同乡会联合总会 也规划在11月3号 与南投县农工商会展中心上大半礼一场 奉还朝暨十三乡镇市农特产品展售会 而为了使活动能够尽善尽美 日前协会干部也在总会长廖汉农带领下到访议会 拜访议长和胜丰共商活动规划 并诚挚邀请何议长与众议员们能够立临活动给予指导 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来拜会我们的何议长 今天来拜会主要是要邀请他 因为我们是前省里外的南投同乡人 这也是11月3号要来回来我们南投 举办一个凤蒙草十三乡镇的农特产品销售会 因为我们那天10月3号礼拜天 那我们就是要把他的农产品带来的全部跟他玩销 让他笑嘻嘻的 因为这个是我们出外南投人 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公益活动 台湾区南投县同乡会联合总会长廖汉农表示 此次来拜会何议长也是希望寻求他的支持与建议 让这场协会规划已久的凤环潮十三乡镇市农特产品展售会活动 能够透过各界一同协力下办理得更加盛大 为县内农民带来更多收益 这边也很感谢县政府还有我们的合议长 还有一些议员还有十三乡镇 各乡镇的一些重要的都来帮忙 我们这次的联合总会里外南投同乡镇 这个活动大家都非常肯定 希望说那一天会办得非常的成功 也能帮助当地我们十三乡镇的农民 因为十三乡镇有太多太多好的农测产品 一箱一特色 所以我们外地的南投人这一天他们都非常期待 能买到我们南投最好的东西 因为要来帮助农民做这个公益活动 议长和正锋肯定台湾区南投县同乡会联合总会得用心策划 也期许透过这场凤环潮十三乡镇市农特产品展售会活动 能将县内优质的农特产品广为行销 为农友带来更多收益 记者卢宇凯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